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女人认真起来 真是了不得 一个女法官顶住明山戏幕后大BOSS的层层算计 多次与危险擦肩而过 一个女法官面对昔日恩师的情感诱惑 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舍弃而女私情 一个女法官将身边的人都培养和锻炼 成可以独当一面的法律工作佼佼者 为维护正义和法律的尊严奋斗不惜 一个女法官为了秉公执法 忍受身边至今的家人和最爱的朋友 被诬陷和迫害的痛苦迎难而上 我们要向所有的法律工作者致敬 更要向其中的女同志们致敬 在金钱和利益面前 某些资深的法律工作者竟然知法办法 用手中的法律知识来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 不仅违背了自己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良知 更是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某大的伤害 这样的大老虎和他们身边的小苍蝇都不能放过 否则经济秩序会被他们搞断 危害无穷 三 利用情感诱惑 诱导当事人犯罪和公权 私用的案例越来越多 真应该好好警醒一下了 人物关系 一 郑淮山谭凯氏 表面是中国法学院理事 其真实身份是商界明山系幕后大boss 他曾经是教师 左林 吕家农士 乔安娜 丘林士 陈燕门 杨新颖士 都是他的女学生 其实他们不仅是曾经的师生关系 分别走入社会以后 还是情人和情敌的关系 郑淮山暗恋左林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还单身的原因之一 强把他娶回家的那种 左林刚开始喜欢郑淮山 后来知道他违法乱纪的事情后 跟昔日的恩师成为了死对头 乔安娜和陈燕门都暗恋郑淮山 他们两个人都在郑淮山手下工作 帮昔日的老师如今的暗恋对象为虎作娼 关键陈燕门现在是乔安娜的上司 陈燕门知道乔安娜喜欢郑淮山 而乔安娜一开始不知道陈燕门喜欢郑淮山 乔安娜被陈燕门利用的好恐怕 左林和未婚夫张思鹏周凯文时都订婚了 而且张思鹏在市政府工作 前途大好 他们是天造地势的一对儿 因为左林是负责永家地产案件的法官 出于想控制左林的目的 正是想借机拆散他们 在郑淮山的受益下 在陈燕门的策划下 在乔安娜的勾引下 张思鹏丢了铁饭碗的政府工作 还被人抓包出轨 导致和左林分手 三 左林的父亲也被郑淮山设计 导致其犯错 让左林失信于人 左林的得力助手 顾小爱 单林是 也是郑淮山的崇拜者 没有守住最后的法律底线 沦为助纣领远的工具 当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也给左林的工作 带来了各种麻烦 四 左林身边唯一没有被拉下水的 就只剩渔川 王冲氏 和林杰 王力远 但渔川市周局的心腹 林杰的背景也不简单 左林的工作不是那么好开展的 而且一开始 于川的工作是有些毛毛躁躁的 还和左林在执法行动中有过误会 还好 在左林的耐心指导下 以及其次深执着认真不服输的个性作用下 在永家地产案件中功不可没 和左林成为了最佳拍档 个人感觉后期的 于川是喜欢左林的服务 郑环山在政府里买通的内线是和副市长 在政法系统买通的内线是位局长